然後有他 對 就一直覺得說為什麼 我不是馬娃全台的這個團體 對我來講 我覺得 就是蠻傷人的 我看起來就很做作 欸 對 我跟你講 我們很愛被人家罵做作啊 說假什麼的 前期被你們講真 然後後面 明明就維持 他說 喔 變來 變假 有可能你們不是真的瞭解我們 因為我私下更誇張 對 下面我罵都不行 這樣一整盤 又說他誰啊 難怪沒人討論 我不用跟你講 我喜歡幽幼跟聖遠這樣 我記得 我記得 泡了 又 又 又 卡克 你會走心嗎 那些我們經歷過的評論 今天呢 我們還是一樣 很歡樂的開場 可是其實今天我們要聊的話題是有點 稍微沉重一點 其實我今天要拍這集 我做了很多的心理準備 尤其是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標題是說 大家對我們的評論嘛 其實我們頻道創立的評論也 快四年了 三年多 我起來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就開始會有些評論 像現在的網路平台很多嘛 大家都可以留言 匿名的發表一些言論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就統整了一些 我們經歷過的那些大小事情 跟大家一起聊聊天這樣 然後應該也很多 網友們 那天我投資的這個 不要對耶 我才應該錯氣吧 最應該錯氣的人是我 像是有低卡文發上來好了 就是你們會收到一些網友 會貼連結給你們 對 就是強迫你看到 他可能是好意的 就是說欸你有看到這個東西嗎 其實我平常沒有在看低卡 對 有的時候就算我不想去擋 還是會有很多人傳 會傳跟你說 欸小巫你又上熱門了 那為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他不常傳來的人是好意的 對對對 可是你看到其實 很多留言當在攻擊你 也不是說不一定是攻擊 搞不好是跟一些建議的時候 其實有些言語蠻商量的 可是我們不難過嗎 我們當然難過啊 很多人都說 他心也是肉作 對啊 欸我必須說一個 最難過的是 我上次上低卡的是好事 結果好事好事之後 下一個人就被罵了 然後跟我說 很多人因為 這個反應一些人都有啊 這個心情的起伏 而且很多人都有什麼 會看先卡 粉絲就要互航的 我只能說 其實我們也沒有特別去 教粉絲什麼事情 粉絲去幫我們說話 其實我覺得最心疼的是 看到粉絲為了我們 吵起來 被人家吵起來 被罵什麼的 其實我們都很心疼 是因為粉絲幫我們講話 然後又被罵回去 然後粉絲就會覺得說 他怎麼會這樣子 或者說被說 無腦粉真的無腦欸 常向這種留言 那我今天就稍微整理了幾個 我們比較常被討論的話題考 大家都會回覆說 你們還好你們還好嗎 大家應該都不知道 我們最後 心理的想法 心理的狀態到底怎麼樣 所以今天就要 好好地來回覆大家 我們畢竟也當工作人物 辦工作人物也是 幾年的時間了 一定不會直接想到我們的工作 可是你說心情上 有吧 或多少少 那剩原都會說什麼裝可愛什麼的 而如果你是粉絲 你就會覺得說沒關係 就是可愛啊 因為粉絲真的喜歡他可愛 可是粉絲很看得懂 會覺得 那他就在那邊裝可愛 對 做做什麼的 我就是比較怕少 真的是沒有什麼 怎麼講 除了表情話 我真的沒有鏡頭 因為我也沒有話說 他們就會說 他其實剛開始就發病 好 然後早期蠻常被講 對 我覺得後面有 是不是有你自己的頂位 很多人都會留言說什麼 誰都不講話 要他幹嘛 憲哥是不是 什麼離線了 還是什麼的 離線還算好 因為有時候確實有離線 那不是 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 憲哥又離線了 又有按讚 對 真的出現了 我其實很像大家一天 你們講話 就會開始眼神放空 因為我專注力在耳邊 不會直接影響到我們工作 我們還是得拍片 還是得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網友們留言 我們還是會 就是一定會輾轉看到 那有時候 其實我們會內部開會 說實話 就是有分 酸民跟 給建議的人 那我們當然就盡量去看 好的那一面 能夠改善那一面 不要去離線線 可能攻擊外表 攻擊可能是 性格 氣質 等等 很多人其實不想當酸民 那我這邊想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有給出具體的建議 你就不是酸民 對 因為有時候他們真的想給你建議 可是可能那個 語氣的表達或是什麼 我們會想覺得說 你就是亂罵的人 可是他們心裡可能沒有覺得 所以如果你有給出 譬如說幾分幾秒 這個音效好像有點嚇到人了 我太大聲了 我們就覺得可以接受 有建設性的那種 有時候很常留言說 這什麼音效啊 亂上一通 或是說什麼好難笑這種 但是你要具體講出一個點 你二殺的那個片 是多少的心情 你知道嗎 我簡單來說好了 我覺得前陣子 有一陣子 我看到有些劉一陣 就說什麼小屋的影片 越來越難看 那這我就會 我覺得題材 不多元了 什麼什麼的 我們就會去開會 討論說那要怎麼進行下一步 我們還要什麼地方可以去拓展開來 或者是不要再拍太過類似的影片 或者說風格可以稍微轉變一下等等的 那這我們就會採納 所以如果說你說什麼 影片好難看無聊 什麼的 平常沒在看 他有最多時候說什麼 小屋 誰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的粉絲就會跳出來說 你不會去Google 然後就投了起來 為什麼他網紅頂張完還多 對對對 我覺得那些人真的也都管他 他是跟那場卡一個位 讓大家唱這樣 因為你如果真的不知道我們是誰 你都會不關心我們 你可不可以來留言 我們的粉絲一定會留言說 怎麼能不吃大膠 真的是粉絲 謝謝 粉絲 謝謝 我跟你講 冷靜不要跟那些人吵 沒必要 不要讓他太口舌 對啊 然後還有說什麼 我比較喜歡誰 其實有時候在討論我們的時候 然後就會故意留言說 我比較喜歡誰誰 他們比較好笑 我會讓我們比較有趣 之後我就覺得說 我們沒有在比較什麼 我覺得你就是硬要來 帶風向 是這樣說嗎 我不知道怎麼其實 他們就會說 我直接講出我的感受 我真的比較喜歡他 對 就是說只有我覺得 怎樣怎樣 對 然後相信 造成真的是帶風向 大家就會說 欸對我也覺得 我是怎樣 你都說過什麼樣的留言啊 就是可能最常看到 因為我知道他是 D卡愛用戶 他應該是我用最熟的 愛看 而且是因為Emily很喜歡看 然後他都會一直分享跟我說 欸 卡特你又被罵囉 哈哈哈哈 然後就稍微看一下 那你自己覺得 你或什麼 最常看到留言是什麼 我覺得前期一開始就會說 為什麼要有他 對就一直覺得說 為什麼 為什麼我要存在這個團體裡面 對我來講我覺得 就是蠻傷人的 一開始也是慢慢的進來 又不是說 喔我好像就直接 就直接進入這個團 其實一開始進來是好的 我記得有問題 這好就是一開始就好的 工作人員很帥才讓他進來 對 然後來加入之後 有時候我可能 因為大家人多嘛 那我可能就有時候 沒有插話進去 所以我跟你說 我賣過很多次 有時候他畫沒有揭好 會被我們罵 你們不要覺得我沒有改 因為其實 我覺得最近有好一些的 前期的影片 真的很難看 有時候我可能 沒有辦法揭上 就他沒有抓到他的 或是網友留言 我都覺得很合理 我都愛你們讚 哈哈哈哈 怎麼卡特真的很不會揭話 他怎麼會這樣什麼 你認識一下都 卡特剛剛說 你不要再搶話 或者說你不要再硬講 要講話的時候 他變得很無聊 對 然後很懶的時候 欸懂你意思 那叫什麼 因為他被大家講說 沒接到話 他就開始吵架 對 我現在那時候那陣子 有點迷茫 因為我覺得 一直被大家攻擊說 我不講話 然後我就開始看一些 就是人家怎麼講話 或是看書 然後後來 又開始被大家說 欸什麼 我可以不要講話嗎 這種 對自己就有點迷茫 我覺得說 我不講話 大家會覺得說 你沒有出力 因為 說實話啦 就是不只你們覺得很靠北 他有很多我們剪掉 更靠北的事情 就有時候我們講一件事情 講完囉 他們說 被講一次 我都不好意思 剛剛不好意思講出來 一開始我覺得 我可能比較 第一集你都會發生兩次 哈哈哈哈 我竟然要講 一開始 大家已經大概 看到一個節奏了 所以我那時候 會比較不知道怎麼加入 嗯 其實我們試一下 罵得比滿胸 對 我們罵得比滿胸 就是會講啦 因為其實我們 當然也是因為我們越來越好 沒有人希望擺爛 我們沒有要 平下來的意思 所以其實你們有意見 或是我們自己知道 該改的 我們都有在磨合 都在調整 就會說 欸這個奶奶講話幹嘛這樣 就是可能人家不喜歡我的氣質 然後或是說 就是我牙齒很亂 就是 喔真的 我最常就會說 他是真的 哈哈哈哈 他有自己牙齒亂 但最常就會說 你可以講話之前先去整牙嗎 這個是直接亂攻擊外表 對對對 或是說什麼 長這樣 因為 有點小受傷 我也有看過 有人的留言 蠻多的其實也不少 他說 小吳看起來就很做作 欸對 我跟你講 我們很愛被人家罵做作啊 說假什麼的 對對對 很假 這樣子前期被你們講真 然後後面 明明就維持 真的變成假 他說越來越假了 我想說 你有認識我嗎 有趣我們覺得很好玩 我們比較浮誇 激動的一些 就被人家說假 那可能你們不是真的了解我們 因為我私下更誇張 對 哈哈哈哈 他可能說你講 你怎麼這麼瘦的 是這樣子喔 但小吳你國際的視頻也不是這樣子 你沒有這麼正經吧 你知道因為 被講假真的很冤亡 那個感覺很不爽 我覺得比攻擊外表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神魅力 可以不喜歡我的長相 我真的無所謂 因為我也不見得喜歡你們長相 但是 但是你要講別人假之前 你要認識這個人欸 對 假他負責 不是我們的朋友 那你這樣說我們 他們那些人 會留言那些人 都斬金截鐵 喔 我最討厭人這樣 很像是認識我們一樣 就是他一定都怎樣怎樣 他私下才不是 是這種人 哇耶 你誰 那個我們上第一卡 就前幾天的事情 對 然後他就說 那個文竅都不行 小吳 他一定是買公關文什麼 他說他 他的意思是說 我買 我花錢 寫人家寫第一卡上來 就你有這個信心 他是這個意思 好像他是我 花錢給他來寫的這個人 而且重點是 那一句文章 本來就 對你沒什麼好處了 對 因為你花錢買那個要幹 我花錢買那個幹嘛 真的很無聊 所以大概會碰多少 沒有 你看他就是會這樣 他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忍住 我們就忍不好說 然後這邊就會剪掉 直接軟掉 今天就會放快 我今天就放到原來你看 他到底有多誇張 會不會跟 你又被人 卡特哥你不要講話 對 因為我們的風格 其實我覺得我們在 網路討論度 沒有到爆高 因為我們真的是能低調又低調 我們沒有說要拍什麼什麼 讓大家去討論的那種 爭議性的影片 我不想要用爭議去換討論度 因為可能有一些評價是走比較 就是特別的地方 因為他們不是有得到關注 但我們也不想 我們私底下群組都說 拜託不要上低卡 什麼都不要 就是希望大家是透過影片 然後看到我們散播 歡樂 喜歡我們東西 而不是 就是馬來馬去 而上低卡 然後放 其實悠悠的爭議也很大 喜歡他超喜歡 討厭他超討厭的 我跟你說討厭他有看很多留言 長相到講話的方式 到什麼 都嗎 美貓都可以嗎 什麼都嗎 多什麼都嗎 長得不符合身美 美貓也不符合你身美 講話也不符合你身美 隨便啦 對對對 但我想真的會不會難過 會啊 我有一陣子真的很難過 因為有一次 我記得我好像是在限動發一個什麼 就是我被粉絲罵 是說什麼你 你不是一隻豬還是什麼 好 我有印象 我有印象 這一類的 對不對 然後他在留言罵我 然後他用私訊我之類的 因為我好像是在他 小號 對他用小號 然後因為我有回覆他 我就說 我忘記講什麼 我把他意思就是說 你不能這樣講話 然後他用私訊我 他窮歸蒙打的罵我 你有罵回去嗎 我沒有罵我怎麼可能罵 我只是說 他都才這樣罵人 有意義嗎 什麼這種的 我只是講這樣 然後他用窮歸蒙 我先用他的小號私訊我這樣 我就把他的私訊公布了之後 就上低卡 我跟你講就是有這種事 大家就是讚美我說 不害怕面對這種事情 然後把這個人公布出來 讓他知道說網路不是讓你這樣子 去攻擊別人 對 就是霸凌 好事喔 下面喔 我媽都不行 這樣一整排 就說他誰啊 難怪沒人討論他 那你誰嗎 對 那時候剛好記得我發之前 莫莉也遇到一樣的狀況 然後莫莉也PO出來什麼的 然後下面就有人拿我跟莫莉名 他說莫莉PO出來當然有人看啊 他誰啊 然後就開始比較這樣 好殘酷喔 莫莉是我偶像欸 但是我 謝謝啊 而且有很多時候 我們就沒有比 他們就拿我們跟莫莉 對啊 我跟莫莉真的沒有什麼好比 我真的比不上 但是就不用這樣子 就下面被罵一整排 那個原PO是好人 然後他也來跟我說 抱歉 對 因為他說他PO 他本來覺得是我很 就是行俠仗義 他覺得他很欣賞我的個性 沒想到下面會引發這樣 整個吵到不行 而且那一天最抱歉的是小甜甜 下面就有人說他誰啊 好像小甜甜 就開始有人罵小甜甜 對 後來方向一走 直接狂攻擊小甜甜 我想說 那個戰火炎得很嗨欸 我就不懂啊 欸我們遇到的事情真的很多 其實真的是一下間 可能沒有辦法全部想出啦 我後來都完全不看小號的留言 或是視訊 因為我覺得你用小號來跟我講話 表示你對你自己講話 不負責 他不敢 你緊的上號 如果你覺得你講的話是有見面性 對我來說是好事 或是你真的想要罵我也可以 那你請你用你的 全喜的身分 我用這個身分來跟你說 你真的不行 或是你真的很棒 或是什麼的 我們之前才有說要什麼討論啊 我覺得你要講那個欸 太有個老實力是導致你 我跟妳說 這口氣都不行 太有個時間鬧得很兇 而且連我家人都很生氣 就是我所有的 非常好的朋友們都覺得 很委屈 其實當下我 我已經難過到我覺得我不會想哭 我只是覺得對人性很傻眼 就是你會覺得說 欸這是乾你什麼事啊 然後你怎麼可以把所有東西 往最邪惡的地方去想 我事發好像隔兩天 其實我已經忘記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做事情很果斷的人 就我就喔 捐就捐 那我也不太會去在意什麼的 琉璃他有沒有捐那什麼 好他這個人啊 不會他不會 因為我是要男人包 他的五個事情就是 我就是他在一個一個來問 問說你有沒有捐錢 你有沒有捐錢 失望你怎麼沒有捐錢 欸我們發生這麼重要的國難 那你還這樣子 什麼的那麼嚴重 啊你呢你賺錢 你賺多啊 你怎麼沒有捐錢 然後我發出來重點是喔 我要講的是後面那個 對啊 更可怕的是我發出來之後 有人說我自導自演 拜託 那我為什麼不當下 我發出來就說 Oh yes 我們捐多少錢 我愛大家 而且是想快發的 然後你這樣污蔑我 污蔑 這是污蔑吧 匿名說你自導自演 我看到了 我氣到不行 因為他們沒有證據 或是他們沒有一個正詞 他就是他的感覺 他就說什麼 之後我覺得小吳在自導自演 對 他說你自己先演一個被威脅 然後好像很生氣 然後你就 秀出自己有捐錢 然後以博德說 博德大眾好感 他還說你看他的訂閱跟追蹤 不是長得蠻多的嗎 這樣 幹真的是超無聊 我是覺得那件事情對我來講 其實蠻痛的 因為這是應該是我整個Youtuber的死來 其中一個蠻嚴重的一個問題 就是做好事 反而被 反而被你講話 創頻道下來 還有一個很痛苦的事情 哪一個 就是 其實他那個人沒有不好 可是這件事說 我蠻大的陰影 就是因為 因為就是在現實中我中發生 就有一次我們去寧夏夜市 沒有過影響 有啊就先用一次 不是我們去 應該是吃下去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 我忍住 那時候我真的超難過 就是那時候出現兩個女生粉絲 然後他們就過來 然後就跟我們合照 跟你們合照 你有聽到嗎 合照完之後 因為那時候他有時候要拍照 我就以為大家都要 那我就要過去 然後那邊平常我就講 我就說小五小五過來 因為剛好都這樣 只是我們會 一起合照 然後那時候我就說 好好好 我過去我回去 然後他就跟我說 沒關係不用不用不用 反而他的意思就是 講話蠻直接的 他就說 我不用跟小五 我喜歡游泳跟聖遠這樣 我記得我記得 而且其實 而且其實講話更難聽 我現在 因為我忘記 我盡量 我超想忘記這件事 可是忘不掉 而且他是說 我沒有喜歡小五 我最喜歡的就是 聖遠跟游泳 其實我也沒有跟他用比較 只是 感覺真的很 很可怕 就是你 我會以為我是一個 不在意的人 結果當下那個衝擊 我真的很哭了 那時候真的超可憐 我就覺得說 我到底是 得罪你什麼嗎 或是說你有必要講出來嗎 他們會覺得你沒有感覺 會覺得 隨便來都可以你太樂天的感覺 他們會覺得跟你很熟 然後就會覺得 什麼都可以說 你認識我們 也不見得是完全的我們 你只是看到我們 那個現在的樣子 形象而已 真的超 超級傷人 而且重點是當下 我以為自己不在意 結果我那一招 我都過得很慘 就是 會覺得說 完全有說 因為你們怎麼樣 只是說他講話真的很可怕 我覺得他應該是直接講說 我不喜歡 你變得更可怕 對 因為我很常遇到說沒關係 沒關係不用了 然後我們自己就會知道 好好好 可能沒有很喜歡 可能就是不會 不用再合照的程度 可是他直接說 哇幹 我真的知道 不要哭 過了過了 已經應該一年多有了啦 不止啦 兩年了 兩年了嘛 後來就變得很怕被討厭 對 其實做什麼事都會變得 我要思考非常多 我 就在路上 也要思考很多事情 悠悠 特別啦 我覺得我也是 我覺得我們都蠻像 我們其實都蠻做自己的 原本的我們其實放得更開 可是現在其實變得有一些規矩 激素 可能會有很多 可能是家長面想看的 說不能教壞小孩 不能說髒話 不能什麼什麼 但是我們就基本的 我們做得到 可是很多面是變得 好像符合你的胃口 你喜歡看我們 再浮誇一點的人也有 變得比較保守的也有 有些人覺得說 我們變得 我們變得很多座 對也有 就是很難去抓到 每一個人都滿意 對對對 也是為了這個事情 掙扎一陣子 很難就很難 去成為每一個人都喜歡的樣子 但是就會變得很怕 原本喜歡你的人不喜歡 我覺得我比較在意這個 我很在意這個 然後我就會變得 怕被討厭 但又覺得 反正就是要保有自己 就是現在做每一個 是會一直掙扎 有點綁著我綁腳 可是就覺得 這是我們應該要承擔的責任 我對很多人說 反正你粉絲那麼多 大家都很喜歡你 你出去做個什麼事情 還好嘛 不用善意 他們都覺得你 素顏也漂亮什麼的 但你真的不知道 那一天這樣子打量你的人 是黑粉還是黑粉一樣 所以其實你出去都要 負責對你每一個動作 就不要再跨越那種 很少人知道 什麼紅綠燈什麼之類的 我們都不會再做這種事 之前有一個留言是說 我們去拍迷上的汽車 一個女生 她說她是工作人員 然後她說我在旁邊 那時候我應該在休息 她覺得我很準 然後好像 她沒有跟我拍 她沒有跟我拍 就覺得說 藝蘭大牌是怎樣找到感覺 完全沒有這段記憶 而且我也不記得 有人說過要跟我拍 我也沒有意思 可是其實我覺得 以眾多youtuber來說 我們很少被講爪大牌 因為我們真的不敢爪大牌 我們真的是超親民的 因為大家都很辛苦 跟我們一起工作的那些公關 或是工作人員 比我們辛苦非常多 沒錯 所以工作上 我們也不太可能爪大牌 本事是我們的 衣食父母 我們當然不敢 可是有時候可能我們沒有防備 走在路上 今天心情不好 可能沒有表情的時候 就真的難臉 我們還是有心情不好 大家不要覺得說 我們臭臉或是難接近 怎麼接近你來跟我們講話 我們不可能討厭你 我相信看這支影片的人 大部分都是我們的粉絲 那希望你們有同理心 就是也不要 喜歡我們就對我們比較好 然後去攻擊其他youtuber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是一樣的 不要去評論別人 然後不要去 說太多別人的話這樣 好啦 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分享 訂閱按鈕 最終 最多不要問怎麼樣呢 開鈴鐺 我們下午見囉 拜拜 我們有溫暖的人啊各位